大家早安 平手提今節的天氣節目 我是李志豪 今早我們在維港網出去 都見到不錯的藍天 不過天氣隨時都有轉壞的趨勢 原因是因為 我們在南海北部 發映了螺旋形狀運團 它就是熱帶風暴泰里 我們預料受著泰里影響下 本港普遍都會吹著強風 所以3號強風信號現正是生效 而3號強風信號 都會日間大部份時間維持著 而至於我們預料 泰里就會採取一個西北偏西的路徑移動 就大致移向廣東西部至海南島一帶 而我們需不需要發出一個 更高的熱帶氣旋警告訊號 就視乎它的發展的變化 以及它的裂峰區和珠江口的距離 大家所以就要時刻留意 我們最新發放的天氣消息 而至於受著泰里的外圍雨帶影響下 廣東沿岸地區都有些比較強的雷雨區出現 並且邀近我們香港 並且有機會影響著我們 大家就要記得時刻留意著最新的天氣變化 而至於氣溫方面 早上大部份地區的氣溫已經上升到29至30度 而預計日間的時候我們都見到少少陽光 氣溫都有所回升 所以今天的詳細天氣預測是這樣的 是吹清靜至強風程度的東北風 風勢逐漸增強 可以有大浪和湧浪 所以大家就要記得遠離岸邊 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 天氣方面是大致多雲 間中會有狂風、趙雨和雷暴 而初時時短暫時間有陽光 稍後的時候趙雨就會變得較為頻密 而最高氣溫日間上升到33度 而至於展望方面受著泰里的影響下 明天和星期二初時會有狂風、大趙雨和雷暴 風勢也挺大 海有湧浪和大浪 而之後那一兩天仍然有趙雨 今節的天氣節目我就講到這裡 逐個愉快的一天 再見